我住高雄本來今天會過來 就是我朋友跟我說 這邊有一家那個改造的 就是老房子改造的烘焙房 滿特別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特別從高雄過來這邊 來這邊用餐這樣子 說他這邊都是自己整理的 就是老物件 其實我自己也滿喜歡老物件的 那我整理他覺得說 至少我們進來他感覺很清靜感 然後進來也滿溫馨的 然後可以滿放鬆的 像我們這樣子朋友要聊天 其實感覺滿好的 我是覺得就是輕食嘛 然後吃起來沒有負擔 然後如果朋友來找你的話 是一個很好的聊天環境 建築很古色古香 然後跟一般的那種摩登 現代建築是十分不一樣 我覺得老房子比較有人情味 豬腳飯他味道Q彈 而且不會很油膩 很適合我們女孩子一起來用餐 因為在這裡我一直在找一個 好吃的豬腳飯 可是我發現 外面的都比較油膩 但這裡的Q彈 但是又他的優點帶點微微的甜味 甘甜這樣子 他真的還滿好吃的 滷的非常入味 我覺得還好好吃 然後他都會搭配 我喜歡這裡就是說 他都會搭配一些清爽的小菜 像這個黃金泡菜啊 還有他們都會搭配一個食蔬 然後或者說像玉子燒還是水果 我就覺得很不錯 來這邊吃飯比較沒有太大的壓力 我覺得莉莉這邊的東西 就是我常覺得 如果你有用心在料理上的話 其實那個細微的口感是感覺出來的 那我覺得莉莉這邊的料理 就是能讓我感覺到那用心 上門顧客贊不絕口 莉莉手做烘焙方的餐點 不管是咖哩飯 滷豬腳飯 或是日式飯糰 都吃得出業者在料理上的誠意與用心 豬腳飯的話 是我們就是冰糖 冰糖跟醬油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自己搭配的那個香料 然後浸泡六小時 然後熬煮一百二十分鐘這樣子 所以他吃起來的口感 就是有一點偏像就是 古早味的豬腳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 就是跟我的餐 跟我的老屋的 這樣子是還滿搭配的 店名取名莉莉手做烘焙方 當然手做麵包甜點是強項 業者莉莉從百貨櫃節轉型 投入餐廳經營 雖非烘焙課班出身 但經過上課學習後 練就一身好功夫 堅持用天然酵種與高品質的食材 每天新鮮現做 和市場上做出區隔 果然擄獲了饕客挑剔的嘴 他們是純手工製作的 會比較安心 因為有些東西就是 你知道它的製作過程是怎麼樣的 對 可能添加的東西 我們大概也知道是 是比較天然的東西這樣子 所以我選擇就是用天然酵種的麵包 去做我的商品這樣子 做我的麵包 天然酵種的麵包呢 它製作的過程它時間比較長 但大概要五個小時 所以我又沒有辦法就是大量的生產 所以一天呢大概就是固定做兩種麵包 然後搭配現場製作的甜點 我們的麵包的特色的話就是吃起來的口感呢 就是比較Q彈的濕潤 那我們都是用就是法國的發酵奶油 跟進口的麵粉下去製作 那因為自己我本身也很喜歡吃麵包的關係 所以我比較在食材上會比較講究 因為畢竟自己也要吃 那我希望就是說把好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這裡的建築和擺飾充滿著懷族氛圍 紅磚瓦的平房老屋 保留著原始建築風貌 精心的佈置都是老闆娘一點一滴慢慢打造 每次上門都可以發現到不一樣的驚喜 相當有意思 因為老屋一定要搭配老建 然後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開始就是 有了這個有了承租的這個房子以後 才開始尋找這些老東西 就是老的家室來去凸顯它的這個房子的特色 老屋 手作 麵包 青石 莉莉烘焙方已成為許多饕客口袋名單 即使藏身巷弄內 人氣依舊行 評論新聞 蔡立華為德偉 採訪報導 賣家